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亮光和提醒 今天我们要来看生命纪第十章 接续第九章 摩西第一次搬完领受的十戒 发现百姓造金牛犊犯罪 摔破石板后 摩西再次听从神的命令 在座跟先前一样的石板 并放入木座的约柜收藏 这是神极为看重 希望祂的子民可以遵行的诫命 以色列民的历史继续 说到亚伦过世 他的儿子伊利亚萨接续成为大祭司 十章的八节说到 神拣选立位支派 作为台约柜和服侍耶和华的人 立位支派是没有分到失职产业和土地的 因为上帝自己就是立位人特别的产业 诗篇十六篇第二节说到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是的 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 服侍神的人 看主为至宝 当一个服侍神的人 真实认识到神 无限的丰富和深厚的爱时 就能真诚没有勉强的放下 看得到 拿得到的事物 宁愿有神就有满足 第十章的后半段 说到 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爱与顺服 敬畏神 遵行他的道 也就是遵行神的话语 爱神 尽心 尽信 侍奉 遵行神的诫命 律力 还要除去心里的污秽 不要硬着景象 还要爱人 神眷顾 孤儿寡妇 还有寄居的 因为以色列民也曾在 埃及寄居 神要我们学习 他那样去爱人 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呢 是的 马太福音22章 37到40节说到 你要尽心 尽信 敬意 爱主 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也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 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律力的总纲 就是爱神和爱人 这一直是信仰的核心 价值 和我们最重要 需要去依循的原则 十字架有锤子线 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也爱神 也有横的线 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 要爱人 是不是很好记呢 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要常常 解释自己的内心 不要顽固 不要执拗 让我们的心柔软 对圣灵提醒敏锐 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呢 身为父母 让我稍微 更体会到天父的心 当我们的孩子 单纯的表达 他们爱我们 跟我们有好的互动 有爱的关系 愿意听父母的建议 和提醒时 父母的心 常常也可以得到 很大的安慰和满足 神向我们 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爱神 顺服神 学习用神的心意 去爱人 最后我们也要思想神的属性 神是大而可畏 是常常施行奇妙神迹的神 当年只有七十个人下埃及 到处埃及时 人数已多如天上的心 神的恩典 是不是很丰富 超过想象呢 我们一起祷告 爱我们天上的父 让我们每天都思想 你的属性特质 定进在你奇妙的大能 你比我们面对到的问题 都还要大 一定能解决我目前 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也帮助我在一天的开始 再次的被你丰厚的爱 耶稣舍己的爱充满 学习更多的爱神和爱人 我们将感谢祷告 是封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